王明義先生的精采語言 非常謝謝王明義先生的精采語言 我必須先看我剛剛在放我的手機的時候 我在check check我的時間 我想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提問 然後我想是不是可以有大概 連續三個問題以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捲短的維護 然後我們看看時間大概有到幾個 九點鐘 所以我想剛剛有很多很精采的內容 跟很宏觀的想法 牽扯到的也相當的廣闊 尤其是到最後 甚至那個可能是 我想好像電影片的結尾 還有音樂配樂 我們現在就開放 那盡量剪短好不好 就盡量能夠控制在你的發言 那一分鐘OK 是不是有可以 你就直接發言 如果說支持核電是一個利益集團 那如果用同樣的標準來檢視在政民 它是不是也是一個利益集團 那如果說支持核電媒體是一個共產的利益集團 那用同樣的標準來看 那支持核電媒體是一個共產的利益集團 那我個人只是一個使用者 我不屬於這兩個集團 那我不曉得哪一個是真正的利益集團 那我只是有感覺到 現在停電的頻率是越來越多 那我也知道 現在的那個再生人員 還是架構在舊有能源的基礎上 也就是說他所能生產的電 製造他所需要的資源 比他所能生產的電還要多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身為一個媒體人 您為什麼會去支持核電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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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是要一起回馬旗 剛才講是要一起回馬旗 對 後面還有位 好 先生 好 先生 好 先生談到最後就是說 我們社會需要 不能太相信 就是說完全把這事情丟給那個 那個政治人物 這是對的 但是好像談那個能源 台灣的能源的時候 我認為 其實我的觀點是不太一樣的 那個原因是台灣的這個 這個能源的問題 國民黨民進黨 還有就是到現在這個 這個基本上這個 這個整個這個脈絡 並不是像您所講的那樣子 那個國民 原來的話 就是我們簡單講的話 這個民進黨 它來 它的來源是黨外 黨外 我們這黨 黨外 這個黨是什麼 就是國民黨 它是國民黨之外 所以說民進黨 你看陳水扁的那個 那個政策的時候 你去看 所有的政策 都是和國民黨 不一樣的政策 國民黨 它認為 國民黨是 和那個以前的那個 就是所謂 威權體制 它是對整個社會 包括經濟 還有所有的政策上 是有一個既有的結構 民進黨 它就是不能在這個結構裡面 它就要超出這個 所以陳水扁八年 它就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 它這八年 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能力 走出自己的路 像再生能源 為什麼它會提到再生能源 因為它 它反核在 它是先反核 再提再生能源 但它為什麼反核 因為國民黨 在那個蔣經國的時候 那個 可能是不能動的 您剛剛提到一些 那個經濟部的官僚 更早的時候 油電 可能在總統府裡面 不見得 經濟部是管不了這個核電的 那個 那個油和電的 這個和整個這個 整個那個戰略 那些部分的東西 可能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和那個 張憲毅的那個 那個要發展核武 這個有關聯 我想這個是可以思考的 OK 好 謝謝 這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在看這個問題 我 我認為 那個 郝先生 您最後講那個就是說 我們社會要自己 要有一個 要能夠去思考這個出路 這是對的 另外 然後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那個 那個 民進黨 還有國民黨 他們基本上已經沒有辦法 加入 沒有辦法 就是他自己對這整個情況 整個情況沒有辦法了解 所以他沒有辦法叫 那個官僚體系去做 做 能夠做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他沒有辦法了解 所以他沒有 這個是問題所在 那個 我們講那個能源的這部分 民進黨 更早的時候是只有王出發 在弄這個 在沈睡檳那個 後來 那個 之後 根本就沒有人 在弄這些東西 所以看到很多 像 您一直在談那個 全山基礎建設 全山基礎建設 他那個突然就丟出來了一個東西 完全不 他們完全沒有一個概念 沒有一個整個 一個一個 這個 打規模的 這個長期的 這個 因為 報紙報老的時候 因為 顧曹明告訴 蔡英文 台灣的經濟 現在就是需要 四季經濟 所以他就丟了一個 八千億的 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人家 我們先 第一文先這樣 我們有第二文 第三文 可以把很多的問題再放進來 呃 現在是等於 大概 還有沒有其他類似的問題 如果沒有放 你是不是全 太會了 很抱歉 我 我是退休的 彥金系教授 副教授 年輕的時候 也在美國 南加大 史丹佛 在美國很久 後來在中科院中 講過書 我常常感覺到 在我們國內 思考任何問題的時候 幾幾乎都是 非專業的人的聲音 非專業的人的聲音 來得大 而且 民主社會嘛 聲音來得大 就壓過 壓迫了那個專業 專業根本沒有聲音 也沒有機會表達 因為他很害羞 教他的書 殺到他 那麼 這就形成了我們台灣的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不要講說台灣的兩個大 我們看看中國共產黨 人家今天搞區域快 任何一個手機到哪裡 微信一下 到快時 可能今天我們在座各位大概還很少聽到區域鏈 他跟AI 是有關的 跟5G是有關的 我過去搞過自動控制 搞過通訊 這兩個問題裡面最重要的一點叫做不確定性 通訊的不確定性在他的簽名 我們的電的不確定性在他的ロディ 最有名的 我們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畢業過50年 那個就是去參觀那個南部火力發電廠 那個南部火力發電廠 你知道嗎 那個不確定性是很高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 我們每一個人 你現在的需求跟你未來的需求 我看大概台灣 台積電再一走的話說 也不需要省電 大家不知道我們今天的經濟會很慘 你自己用你的內心去思考一下 你認為台灣的經濟未來是好還是壞 我常常跟他們在 我也有很多學生 我說你們再這樣搞下去 你趕快走 你不找你的假賽 我跟他講 我說到大陸去老師 你趕快到大陸去 有本事的趕快跑 你在這裡啊 沒有競爭力 我跟他講 因為你沒有那個思維 這裡有物理系的老師 我 我看最近那個量子電腦快要出來了嘛 可是好像國內很少都聽不到 好不如在成大有一位搞量子電腦的老師 那麼 一直都要搞理論 沒有一點點實際的經費 我們就像 郝先生講的一樣 我們還停留在半導體的思維 他已經是沒有辦法了 那個已經是快結束了 可是我們對新的我們不搞 我們一直去搞民主 我們現在有民有主嗎 我們都是民啊 主是那個 創英文啊 我的話就到此了 所以我說 原諒我這個專業的 一點聲音都沒有 今天是好像被郝先生激發出來 有那麼一點聲音 謝謝 OK 好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 也許我待會兒補充一下 我先從那個 一位先生講的 對再生能源 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利益在背後 這個是肯定的 我有這個再生能源利益的 一定是有它的這個利益 但是就是看到相對的情況 最重要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 再生能源的台灣 最重要是它一直在一個 不正常跟 不對沒有的正常發展這樣的環境 就是在一個核電為主的 這樣的台電工 它明明是一個一直在 非核電 就是把核電當成一個 最高的一種 最重要的 最相信的一種能源來源 而核電又跟再生能源本身 就兩個就是 事不兩立的這樣的一種狀態 卻以由它來鼓勵 或者是以由它來推動再生能源 這本身它裡面 就一定有它的這個問題所在 就這種問題 不只是再生能源 它本身就是說 會受到壓制 會受到這種各種所謂的 有種說話叫穿小鞋 它當然會被不同帶 就到今天就是說 年初的時候 我看報紙這個 這個時報告報導說 台電編列的推廣核電的 這個預算都是 編列的預算是 是推廣再生能源的31倍 這個大家如果去 網上查一下就查到資料 就是說到今天它的 它根本就是一個 在不對等的 這個對待狀態下 所以當然就是我們要 能有機會就是把這些問題 也起碼讓它們有個回到這種 正常比較的這種狀態 所以過去就是說 會變成一種過有不及 好像一方面台電又在 又要鼓勵 再生能源的這種存在 所以有什麼 賭能夠啊 有什麼這種價格在支持 結果最近就鬧出了一個事情 不就是離岸風店嗎 就第二標結果呢 一度是 第一標是 五塊八是多少 第二標只有外上 第二標是兩塊二 就發現馬上就知道 你說用那個長期 那個賭賭價格 是多麼的浪費 或幹嘛 可是那個又是一個 所謂的過去 是在鼓勵 所謂在扶植再生能源 所定的價格 所以我們沒有給它 一個正常的環境 所以結果呢 又變成過有不及 就是發現它 總統的它本身 畸形地在發展 台灣這個再生能源 所以我就說 很多人在講說 需要新的能源政治來 來實現這個 2025的非核家園 但我真的覺得 很大的一個可能 一個風險 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除非是先實現了這個 非核家園 否則不可能台灣 有新的能源政策出現 就我們一直被 核電的東西給影響太大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 它本身的相差力 再說那些 再生能源的團體 就他們這個 就說那種的這個 就是這兩者的那個 力量的相差太大 每一方面當然都希望能夠盡量的 在媒體上找到 這個發言的這個管道出口 這個每一個人都是 不只是這個 這個任何主張的人都是 但就是看 看它那個力量的懸殊是 什麼樣的情況 長期的那一種 那個這個比例是什麼 我們看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那至於我就說 專業跟這個 就剛剛講的就是 我就是以那個 就是以那個 就是以那個 河菲利奧 我去了那個瑞士 那個 我還是非常相信 就是說 有些專業人士 他們有專業 因為專業而產生的盲點 就是說我相信就是說 就是當瑞士人告訴我說 他們 因為竟然是為了怕 戰爭飛彈的飛機的襲擊 而要有一個鞏固的地方 儲存了這些河菲料 真的 我真的是用 差一點點 從椅子上摔下來 因為我自己也完全沒想過 這個事情 但是就是一個 就在處理河菲料的這些人 怎麼會連這個事情 就完全沒有想到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要尊重專業 但是呢 我們要尊重基本的嘗試 這太離譜的嘗試 我覺得那個 真的那是太大的另外一個問題 OK 我也許也稍微補充一下 主辦單位說 我必須加入討論 我覺得今天我自己的收穫是 在 從政治民主 台灣長期在政治民主的發展歷程當中 我想 郝先生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在經濟上 這個路線的問題 我想這是第一個 那能源跟 所有 剛剛我們所討論的問題 包括上 新的一個科技 新的產業 這個其實牽著到底 用簡單的話 用大陸 或者是用海洋的思維 其實都跟這個經濟的思維 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以前的經濟的思維 也是強調一個比較大國的思維 台灣為什麼看不到 只看到鄉村 其實看到城市 是因為我們想像我們自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陸地國家 我們從小 事實上也是被這樣訓練 所以這個背後 其實 我個人覺得 在幾次的政黨人體以後 我們更清楚的看到 台灣不只是一個政治民主跟政黨人體的問題而已 這個剛剛已經強調了 我們已經有三次政黨人體了 韓國也是政治政黨人體了 可是他們也指出來 這裡面有包含財團 包含經濟分配 包含你未來能源整個政策方向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如果沒有被解決 那你只是換了不同顏色的政黨上去 他的思考的方式 他的運作模式其實是一樣 我常在台灣笑講說 台灣其實有很多共識 很多人覺得台灣是彼此互相攻擊 然後沒有共識對不對 其實是表面上看起來我們也沒有共識 很多共識 經濟這兩黨就有共識啊 對不對 他們雅尼事實上 在或者一粒一休 在某個角度來講 他們經濟的思維 事實上有很大的一個共識 可是我們面臨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回到剛剛一個朋友問說 剛好是物理系的或是高科技的 我們事實上從兩造雙新 其實這些思維跟 那是民進黨推的嘛 那跟國民黨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他是強調製造業 強調cost down 強調大量生產 那這些大量生產以後 你就會忽略掉你需要長期的基礎研究 就比如說你的量子電腦 一開始是沒有用的 對不對 所以只有在物理系才有 本來科技部要推那個 就是量子電腦 他找了半天工學院的都沒有 就放在物理系 物理系就幾個老師 我們系上有個老師 他做這方面研究 也是做理論 因為做理論很便宜嘛 做實驗的話很貴 動物都是上億嘛 你要買儀器 所以這裡面牽扯到說 你願不願意對一個未知的東西投入 對 你願不願意在真正重要的關鍵的時候 把資源分出去 我們談比較具體一點 大陸跟海洋的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思考點跟資源分配方式 是不一樣的 那我承認在這一點 我同意那個郝先生 他在對於兩黨 或是我們台灣面臨的困境 他是用這個35歲 雖然我不希望變成35歲以上 那用這樣來區分 他是區分了一種思維方式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 不管是面對核能的問題 剛剛有幾位朋友可以提出來 當然今天會比較多的是 對於核能本身的批判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可以來看看 我們風車本身的推動 是不是也是建立在同樣的思維 如果他是 他也很不成功 如果他只是為了要cost down 只是很快的要急救張 去得到台灣的能源的需求 而不是整個台灣比較重要的核心價值 所以我們能源分配應該怎麼樣 台灣的能源應該是非常昂貴的 台灣能源事實上是倒數第一第二便宜的嘛 工業用電好像是第七便宜 然後那個名聲用電是第二便宜 第二便宜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那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台灣其實有很多東西 其實應該可以建立一個比較進步的共識 那大概是我回應或者是呼應 郝先生從 不管是專業的角度來看 然後另外常常會有爭議 專業跟不專業 公民跟專業之間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緊張對立的關係 我越來越覺得 現在的公共政策的問題 是越來越複雜 那他事實上很難用單一專業來瞭解 你今天如果請一位核工的專家 我們知道很有名的清大黎敏的教授 常常上公共媒體去談論這個 這個核弄發電的問題嗎 那可是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希望很多公民團體再來談這個問題 我們也許希望期待 未來有更多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平台 或者是政府很多重要政策決定的平台 他是通過不同的專家跟公民 去共同辯論共同去決定 那我想也很重要 不知道為什麼好先生在前一陣子 去希望有一個open data open台電 因為你沒有data 沒有in open information 你在怎麼樣的專家 在怎麼樣的一個關係的公民 你都沒有辦法有很好的證據 去彼此對話 沒有證據去對話 那我們很容易就變成是說 你意見跟我們不一樣 那你顏色跟我們不一樣 那我要先問你的顏色是什麼 那我就跳到你的對立面 我想台灣事實上已經浪費太多時間 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即使是說 也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就是撇開那個窒息 我們窒息有時候是被窒息 那如果我們能夠就事論事 就真正的一些data來看 那也許今天的演講 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我這個不是結語 我們這個還有時間 可以 那我們是說開放 在開放第二輪 是 我是那個 以前是台大土木系事業的 那我那個 後來到美國去 我是2013年回到台灣 我最後在美國的工作 就是做太陽能 所以說 其實我對太陽能為我自己的看法 不過我今天不太講 談一下太陽能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是蠻複雜 有很多人在討論過的 那我再講一下就是說 剛剛那位副教授講的話 我聽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是用我的語言 因為我這個可以講 他講到不確定性 的確是斷變 本來就是會很大一個不確定性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把一個 隨機的東西變成一個固定的東西 這觀念上就不太不對了 本身 本身 風這種 再生能源 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點 W叫考慮這一點 相對之下 核電是比較穩定的 我再講 還有其他問題 因為我們學工程的 或學科學的 希望把一個問題簡單化 不想把問題複雜化 講到吳茂坤事件 吳茂坤是一個 我相信他在科學上的成就是蠻高的 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道德破產 吳茂坤大概應該和我在 是同一期在台灣受教育的 我們再回頭看一看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教育出來的人 他們的這個科學的腦袋 和道德腦袋是不連接的 我就牽涉到一個教育問題了 在這個問題的話 到今天為什麼藍綠的 其實上很多我們看的議員 都很年輕的人 蔡英文也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人 馬英勇也是 同樣台大最高學徒 訓練出來的政治人物 或是科學家 我不知道吳茂坤是哪個學校畢業的人 他們很多地方是道德破產 人格破產 而不是說他們在知識上面破產 這是我們的教育 我是覺得教育者 需要去考慮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我想 吳茂坤事件大家也知道 最大一個問題很簡單就是 憑什麼 憑什麼他在那個位置 另外文大這個宿舍事件 照我來講非常簡單解決的問題 你又把它合法就好了 對不對 你用政府就承認錯誤 你就把這個宿舍 反正說租二區 本來不合法的話 你就把它變成合法 對不對 這有那麼困難嗎 就馬上這個問題就全部解決了 那每天吵了兩個月還在吵 這就是我用 OK 可以稍微限制在這個 如果要討論吳茂坤的話 我們可能要花三個小時 真正問題是在於道德問題 台灣問題 OK 我希望好先生做一件事情 有這種而起萬 你的知識那麼豐富 你的人文知識那麼豐富 我平常我很少看人文的書籍 我都是看那個農業範圍 因為我現在是擔農夫 所以台灣很重要的一個是 訓練下一個階段的領導人 這領導人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叫做誠實 現在我們政治人物最糟糕的一個問題 就是收緩 這個好先生 假如能夠組織一個平台 訓練有Guts 有勇氣能夠說誠實話的政治人物 在十年之內 假如有這樣訓練一滴年輕人出來 我相信能夠翻管台灣的政治 好 謝謝 OK 謝謝 那個我站起來看看 比較清楚 而且大家比較活潑 活潑一點 好先生你好 林老師你好 我是那個中心的員工 我只是想請問一個問題 也有點結束剛剛老師那個 其實是教育的問題 但是我是認為那個教育 不是在那個不是要問道德方面 是說 因為那個 剛剛您有提到那個海洋跟陸地 然後跨年代 可是我很擔心一件事情是 有一件事情是跨年代都沒有改變的 其實是我們的基礎教育 就是國小特別到國中都沒有培養 學生去思考跟動手做兩件事情 因為我看很多標竿國家 剛剛說以色列也好 德國也好 瑞士也好 正好朋友去那邊住很久的去問他們 他們感覺他們學生差異最大就是 他們在這個階段裡面他們培養學生 都是教他們如何思考 然後動手去做完那件事 我發現這是以色列跟德國很不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在推他們動手 因為我想說很麻煩 然後我就想說 雖然這兩個世代不同 可是我們那種填壓式教育 這個東西 您有沒有什麼見解跟意見 否則我真的很害怕 雖然那個世代改變 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思考 解決問題 謝謝 OK 教育 雖然覺得教育應該要再花三個小時 還有沒有其他 最後面 最後面 盡量剪短短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to the point 然後我們就可以比較好的 讓更多人可以發表這些說法 我再講一下就是我個人的意見 其實國民黨他執政 以那個店來說 他一般都是其實就是做帳 就是給財團 然後再買賣回來做 製造一些數據 然後製造一些工作機會 但是就像我們說現在可能年紀改革什麼 你就會看到一些國營失業 一些迷從很多 那民進黨呢 它是因為 非核是有一個戰隊上的位置 是一個核電輻射這個 念物理或是那些理科 你都知道 這個對身體一定是有傷害的 那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那站在歐洲跟美國的一個 國際的一個戰略位置 本來美國跟歐洲的國家經營策略都不同 那現在台灣每次在討論議題 應該是把所有的數據都出來 甚至你今天國民黨的意見 民進黨意見你所有的廠商 所有的數據出來 所有的數據出來 讓公民來參與 大家知道 這樣就算了 哪怕是幫檢查組成一個 什麼全民電力公司一樣 公民的立場 集合公民的力量也沒關係 有專業 有人民 也有一些各方面的專業人士 他們可以來評論 這樣才是處理事情的方法 而不是老師都是媒體用幻化的 很淺 專業人士看得不舒服 一般人民聽得也難過 今天我來 就是找郝先生出書的 因為再不出書 因為我看了現在媒體 這樣再下去 台灣完蛋 這是我今天來的原因 OK 謝謝 還有請問 我們這次收集多一點 然後 謝謝 好興奮的分享 我是台大國發首領 我是想請問就是說 因為過去台灣 就是說常常追求這個政治民主 但是 就是說現在其實譬如 現在整個再生的發展 我們其實也看到就是說 我們去實踐這個經濟民主的可能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看到其實 政府在推這個再生的發展的時候 常常他還是譬如他可能押寶在這個離岸風利 或是說他甚至譬如一些太陽光電的政策 原本是一般公民比較可以親近 但是 你看看他往往一些政策 他其實還是由上而下的一些推展的一個方式 那我是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你在觀察台電 或是說政策在推這個再生的政策上面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實踐這個經濟民主的可能性這樣子 以上請問 謝謝 謝謝 我可以看沒有後果再位 我想要詢問郝先生 那個你們在瑞士參觀那個能源 應該說是荷菲廖的暫時儲存場業的時候 我很想問說 那請問廠商有沒有分享到他們在這邊蓋這個 雖然說他不是露天的儲存場 那他在蓋這個儲存場之後 他的鄰居或他的附近有沒有相關的抗議聲音之類的 那他們怎麼解決這個相關的問題這樣子 OK 那我們是不是就先請 我先從最後有一個問題回答 我記得他應該是他至少是三公里之內沒有人 就是說 是不是三公里我還在查 但確實他是周圍是清空一段距離的 是有這個東西 看他的地圖就會知道這樣子 那 剛才講到第二 到時候第二個問題問我說 台電這個 其實就是說 由台電來這個 現在就制定跟推動這種 再生能源的這個發展 這個東西 除了剛才有他根本上的立場的矛盾 我常講的就是說 就叫一個屠夫偏偏要去推廣磁數 他本身就是一個 他的心不甘情不悅 有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電在處理那種 大的這種 不管是核電機組 大的這種 煤電發電機組 就是一樣 他的大的 所以他 我那兩個月跟他們開會時間 談到代商人 其實他們 就是太小了 就是說 那些代商人員 就是發展的 不管是能夠發電量 對他們來講 就是 就是 太小了 他們已經習慣處理這種大機組 他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需要那麼麻煩地去管理 要去那些東西 所以包括就是說 這些再生能源的這種 太陽能發電 魁縣的設置 我根本就是 都不會用心的這樣子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就是說 還有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我對說 今天早上雖然講說 到核市的大馬遜區區了 說是核市真的是再見了 但是我對接下來的事情 我還是覺得 問題重重 每一點 我都覺得 這裡面的風險 跟這裡面的東西 還是太多 因為它就是 本質上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不正常的那種狀態 太多 這個問題的環境 就是這樣 就是這一點 那另外 當然有關 另外有先生講 就是 這個 再生能源的都不穩定 它各有各的這種狀況 但是我相信 它合起來的這種 那是另外一個 不然的話 會不會那麼多國家 在使用 在什麼 就當我想 那個 不再親切討論的範圍之內 那我現在回到 教育這件事情上來 就是 這個也是 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 用35歲來畫 事實上 今天還有一條線 這個線 叫18歲的線 就是說 2000年出生的 那一代 30歲 剛才算的時候 是用解岩的那一年來算 但實際上更年輕的一代 是從2000年出生的 就是網路 真的只是網路在台灣普及 開始普及的時候出生的那一代 就是說 這個 換句話說 如果說 如果說 用陸地海洋這種分別來講的時候 解岩那一年 是陸地跟海洋的分界線 那種不同的話 1988年 解岩是多少 1987還是88 那一年 是這個 那個是 現在看起來 它們只是潛水區 2000年之後 出生的是深水區 進入的深水區 同樣也是我們今年下半年要出版一本書 一個高中老師在寫這本書 我覺得他想得很好 他就說 他面對的就是2000年之後出生 他面對這些學生 他發現就是說 真的 就是這學生 他們在 不管怎麼使用網路 使用YouTube 使用所有的東西 他們知識上 他們知道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就是說你不要 老師不要想噗嚨他們 就是說 你真的教科書也滿足不了他 老師也滿足不了他 就他講他最重要的 所以他就是說 他現在當老師最重要的 是真的就是說 你能夠真正跟你的學生 能夠讓他相信 你是值得他 交往也好 對談也好 這樣子 除此之外 他沒有任何其他辦法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也在 2001年的時候 寫過一篇文章 有一個叫做閱讀的風貌 那那邊 我知道你們我也提過 就是說 過去我們都講 傳到授業解惑 這個五一四的三件事 就是傳到授業解惑裡面 就是說 授業解惑其實真的不需要老師 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今天 以網路上各種翻轉教室 各種的東西的授業解惑 以今天知識變化的這種快速 想要靠傳統的教科書 老師在學校裡面 教的東西想要滿足授業解惑 這事情是太困難的 所以老師剩下只有傳道 那這道呢 我認為老師確實是 道的東西沒有剩下別的 就剩下兩個 所以老師是不是只有 真正的讓學生會知道 那個人格是什麼 因為除了人格的事情 是需要學生到學校裡面 跟老師實際交流 看老師在怎麼講話 做什麼事情 他對待其他的同事 或者他對待其他的同學的態度 學生自然會有他的感受 他會體會到 這個東西是網路沒辦法取代的 他這個東西是在網路上 比較難看到的 反而實體世界需要的東西就是這個 為什麼今天我們可以在網路上 可以學習太多 就進入所有的東西 但是一樣確實我們還需要 學校這個東西的存在 去跟老師體會 因為老師以人格來 所謂的傳道不是那個知識的道 而是他真的是人格的道 怎麼樣讓學生感受到這個東西 以及老師當然是這個價值觀 或者人格 只有這個東西才是學校 實體學校接下來要存在 如果認識不到這個 確實如果我們還仍然在 一直在把學校仍然當作背誦 記憶 只是為了那些分數 那就是我們在製造麻煩 我們越來越要讓學生去考試用意 就好像我就講的 越教他們在海洋裡去練千秋 我們是讓他們承諾的更快 這個東西的確是最可怕的事情 但這件事情就是說 在這個事情又不只是 學校的教育體制本身的問題 我相信所有的家長 本身的責任也是非常大的 在這裡面怎麼採用這個 這個發生改變的作用 那我想這個東西的確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其實都要相信這些 那至於政治人物 第一個 當然我絕對沒有那個能力 也沒有那個想法 就是說這個一定是要每個人 就是說我倒寧可說跟小學生或中學生 如果多機會結束一點的話 我會覺得更比較有意義一點 更有樂趣一點 謝謝 OK 我可以補充一下 然後最後剩下五分鐘 就只有沒有白訪十五歲以下 對不起十八歲還是三十五歲以下 才可以提問題 我稍微呼應一下 剛剛那個有兩位專業 其實我們算是同組 假組 如果說按照同年齡 我們那時候還假組 所以我還是假以鼎鼎鼎組 雖然我是理科的 我們有一天工學院 那其實 一個很重要的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講uncertain這個部分 不確定性 其實核能本身在發電的穩定度 它的穩定度當然是很高 可是它的不確定性是在於 它發生事情的時候 它的那個damage實在是 不可控作 它的不確定性是在這裡 我這是用科學語言去講 所以你如果說一個東西 它非常發生的機率非常小 但是你發生的Effect非常大 我們就叫Delta function 那一點就很大 你積分起來以後 你的效果就會很大 就跟我們現在還不能接受 日本的那個 所謂的有儀式污染的這個食物一樣 如果台灣如果這麼小 發生一定的Effect 那這其實也是很多公民社會 它站在它的那種 對於不確定性的意見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意思 就是說 專家或者是說 工程上面的專家 跟社會學的專家 跟公民的專家 他對於不確定性 他對於效率 甚至包括道德 我們都有不一樣的 的詮釋 這個是我只是要強調說 我跨你為什麼這樣一個沙龍 非常重要 因為我沒有預設你本身 是從哪裡來的權威 但是你從你那個角度來看 你對你那個東西的定義 事實上是很明顯 會跟其他的不一樣的 不見得是誰是對誰是錯 那這裡面能不能找到一個共同點 去了解 當你的covaluue跟我的covaluue 有所衝突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共同的 這個解決方式 所以我想 回到今天就是說 我剛本來想舉一個例子 就是風車的例子 風車本來是按照非能源的政策 照我講應該是所謂的一個進步的 一個再生能源嘛 可是當他蓋在苗栗的時候 旁邊會吵到那個老阿嬤 讓老阿嬤沒有辦法睡著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問說 為什麼那個那麼大的風車要 要放在我家的旁邊 然後讓我晚上睡不著覺 結果這個店是要攻擊 比如說新竹科學園區的人 那這個事實上就跟丹麥 或者是跟歐洲 尤其是像丹麥他的再生能源 比如說他的風電的發展的歷程 就很不一樣 當時的發展 他們是用小羊的風車 是要解決那個小村莊 他自己的需求 所以他對於再生能源來講 他感成深受 這個東西是要解決我自己的問題而已 他不是要解決為了救台灣的經濟 或救台灣的能源 他是要救我自己明天要用電 今天要用電 所以當時他發展的過程當中 一方面累積了大家各自的需求 一方面累積了很多基礎的技術 那這個東西我想 也許在我們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 常常看到別人的成果 那看到德國的成果跟丹麥的成果 可能忽略掉一方面 當時他們怎麼起來的 而且他事實上有發了很多 相當多的基礎研究的過程 回到我們剛剛像樣子 電腦類似這樣的問題 他丟了很多錢 在前端的部分 那他才有辦法累積 可以跟世界技術輸出的 今天可以到台灣去招標的 這樣的一個技術 我想這個過程應該是比我們原來想像的更複雜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如果有更多的空間 去把這些事情弄清楚 而不是站在說你反核 然後事情就解決了 或者你把核四給關掉了 台灣的經濟事實上就完蛋了 這是兩個極端的不同說法 也許我們有很多共同的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 我自己是在德國念書了 那基本上德國的學生 博士班是學生做事班學生 你們通常會覺得物理系就是 只會解虧選 就只會解放成事 那只會用說的嘛 不會做 可是事實上我的博士論文裡面 我做佛士的時候 我常常要 就是躺到地板裡面 去在實驗儀器裡面去修儀器 然後我就是黑手 那因為我那時候個子是最小 德國人通常比我高大 所以要躲到後面下面去修儀器 那一定就是我 所以我事實上是整組裡面 我修儀器最厲害 因為他那個接線是在底下 所以你手太長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把那個接頭接上去 對 所以小有小的好處 我就開始了解 原來你個子不高 原來你的手腳很靈活 原來你的力量不大 你可以發展出自己的專長 自己的長處 一樣的東西 在台灣也一樣 台灣事實上是個子不大 打群架的話 我們只好好好打群架 不能夠打單挑 找大個子單挑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 怎麼樣去建立我們不同的思維 那比較dynamic的這個海洋思維 我想陸地國家通常是軍團作戰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一對一直接就擺平了 那我想我們的作戰思維可能會很不一樣 那也許在這個地方 更多的不同世代的溝通 包括很多新的想法 我想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大概簡單的補充 那我完全同意剛剛很多人的想法 是 不管你的slogan是反而或者是 或者是永和 或者甚至是進步了戰勝能源 如果你的運作模式是一樣的 如果你不夠專業 那你永遠沒有辦法達到你的目標 我不曉得這句話是不是能夠 能夠成為大家的一個共識 也就是說 畢竟不是你 簡單講 不見得就是你最愛台灣 你就可以救台灣 你還必須要有很多的專業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 對事實的理解 那尊重不同領域的想法 然後在這個地方溝通 然後共同達到一個共識 我覺得這個部分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很高興今天實際上 大家都在一種非常 這個低溫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溝通 代表說我們比外面的這個媒體 還來的成熟一百倍 這個至少可以確定 那其他我想剛剛一位 現在很羨慕你 你正在做農的朋友 退休朋友 我想您講 您常講的道德 其實如果從西方政治學 很抱歉 這是物理學家 然後這是社會學 學院我就講 西方政治學 實際上在政治上的運作 你要 你要預設這些政治人物 都是有惡心的 他不像是說我們西方有一個民軍 這是我們傳統的概念 我們儒家的概念 總是覺得你要先修身養性 騎家 才能夠治過平天下 那你如果說在家裡 沒有辦法騎心的話 你就不要出去亂 那西方很多政經家是說 我不相信你在家裡騎了心以後 出去就會做好事 我想這裡面有很多 我們對道德 公共道德跟私人道德的混淆跟認識 那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地方 也是我自己物理學家 跟很多社會學的朋友 跟我們林修總 就是說法律系的朋友 所學來的 也就是說 我們對政治人物的期待 是不是要有一個不同的想像 甚至不要用那種期待 不是道德期待 而是應該用法律跟規範 去規範好 那基本誠實 那當然 所以其實 其實很有意思的是 他基本誠實 那時候 我自己是劉德 那時候是Core 柯爾是他們前任的 就是梅柯爾前任的總理 他那時候有一個政治獻金 非常少的錢 在台灣簡直可以忽略 他後來就下來了 為了那個錢 你會覺得說 在台灣是不是那是誰 也就是說 我想的就是你講的那種 就是你的誠實 那你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你的 沒有你的基本上的那個 去面對這個政治上複雜的東西 我想簡單 討論到這裡 也就是說 至少大家希望 不要再期待 就是說物理學家只是會解決虧選 我們還是很不會動手 至少這個information 好 那我大概簡單再加上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 一個問題或兩個問題 但是事實上是35歲以下 或是18歲優先 好不好 然後這個問題就請 好先生回答 有沒有 這邊都沒有18歲的嗎 還有35歲以下 或是貌似35歲以下就可以了 還沒有最後的問題 素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貌似 假裝35歲以下 18歲以下 那我來補充 說明講好 有嗎 對不起 那個 真的很謝謝 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 我一直感覺到說 台灣大家一直強調溝通 在我的感覺裡面 溝通就是 不要有時間的限制 那以前 我也是留的 那時候 剛去1982年去的時候 感覺那邊 看他們電視節目 很多的政論的節目 可是 對我最 感受很深的就是 都沒有結論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下來 就一直在溝通 就是那種 像您剛說的低溫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每次我們老師教的就是 你講了一些話 或者是一個節目 就是要有一個結論 結論 結論 所以 對我當時一直覺得很奇妙 因為當時他們在討論 computer 要不要進入到 在小學裡面或什麼 可是他們這個問題 討論非常久 都不用結論 可是就是一個溝通 也就是說 這種殺人式的 就是他不要用情緒性的 就是把一些事情拿出來談 那我真的感覺到說 就像您剛說的 我們常常都會看到一些成功的 進步的國家 可是不知道人家在背後 曾經有的一些方式來呈現 那個不是我們華人的世界裡面 可以去想像的 我們很羨慕 可是我們放不掉我們自己 一直認為的 不能放棄的東西 可是那個之間 先要找到一個平衡 那 就溝通真的是 不要有時間的一個限制 那一定才會有 大家的一個共同的語言會出來 那很高興您今天講 最重要的是 對未來還是有希望 不管怎麼樣 我爸爸曾經 我那時候剛回來的時候 講一些問題 我爸爸跟我講了一句話 你懂嗎? 台灣歷史歷二十幾年 台灣養了二十幾年 你在那邊 你就回來 把這篇寫 不可以這個樣子 緊接他講了一句 台灣如果壞得慢一點 台灣如果壞得慢一點 你就要感恩了 那我再跟您對應一下 就是說真的 隨著一個十年 二十年這樣子下來 世界會讓你的 隨著你年齡長大 你會覺得好像變得跟你理想一樣 所以你就會覺得它不夠好 可是如果你土生土長 一個地方你有那個心的話 只要它 你看它的優點 真的會壞得慢一點 你就會很感恩 那我想大家都有這個共同的心情 那台灣會更好 謝謝 OK 我很謝謝 我稍微修正一下 我們應該講的是心理年齡 心理年齡 所以各位其實都有可能 成為三十五歲以下 稍微努力一點 也會變成十八歲以下 OK 還有我們希望修憲 是十八歲就有投票權 也許請大家支持支持 不一定 好我是不是最後 我當然沒有幫我宣布 因為這場子不是我們的 我們就到半夜 可以嗎 可以嗎 他們以後就不會糟了 我想我們就請郝先生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不能說總結 我補充一下 那個我補充兩點 也是一件事 就是說 我最後提到說我們永遠要抱這個勇敢的抱著夢想 一定要抱著夢想 就是過去都會講說夢想是很虛幻的 都是覺得現實比較重要 但事實上今天真的只有夢想才是麵包 就是因為你所有知道的現實跟各種東西都行不通了 所以你在陸地上要玩千秋到海裡 我們一定要抱著這個夢想 沒有夢想其實根本是寸步難行 就是說 它就是整個環境實在都不同 在李龍馬講的一句話 他說沒有理想的未來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 這種話 那我剛才那個 林教授最後講說 我們會對政治人物的要求或幹嘛 這一點呢 我覺得這書裡面 他講的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說 這在提醒我們說 我們除了用人耐要求他們之外 可能我們要設計一種機制 就是說對他人耐要求 實在是他說的一回事 做的又是一回事怎麼辦 那李龍馬提的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 因為他剛才講過了 他講說韓國的國會 現在是從動物變成植物 就完全什麼事情都進行不了 就任何議案都是看當時 這個國會議員不同黨派得了多少票 就是多少票 就是說沒有 所有的這個議案都是黨議主宰所有的民意 所以每一個這個立法 就是他們國會議員都是他們黨的投票部隊 所以任何的案件 這個政府的人事任命案 任何的法案都是一樣 只要什麼呢 在野黨這個跟這個執政黨 如果這一屆國會選出來的這個比例 譬如說是73比順便講29 好 那哪個法案就是73比29 就是說他們不會有任何推動 就是說 所以他就講這怎麼辦 然後這個問題 這個道理的這種江江在這裡面 他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構想 所以他的構想就是說 應該成立一個公民代表人 那個團叫什麼 公民代表人 那種團 我們就叫他公民代表人團 就當作說法 意思是什麼呢 他就是說 你們政治人員 不管是重要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內閣的人事任命 權 還是一個法案的東西 好 你們不是一直僵持在這裡 就動不了嗎 好 那就是說 那最後的決定權 交給這個公民代表人團 來決定好 那這個公民代表人團 是怎麼組成的呢 他是想過101個人 然後你們當然會有年齡 這種地區的性別 這樣的分類 有一定的比例 在這個比例下 就是說完全是抽樣 選出來的組成 那組出來之後呢 不同的這個政黨也可以有意見 然後可以換人 然後呢 這個換一半左右 然後一直到大家 同意的101個人的人選 然後呢 換句話說 人事案 政府的法案 到江石 這時候呢 然後大家都 不同黨派 彼此爭論 最後的決定權 變成在這個公民代表人團的手裡 他說 他提出這個構想 大家一定覺得很荒唐 有時候很多人都會講說 啊 國家大事怎麼能交給一群 這個公民代表人 他說他的概念 只是用一個法院的陪審團而已 那韓國的他說陪審團 也推行了三年多了 這不是好好的嗎 陪審團本身不就是 是從一般的公民裡面 這個選出出來的嗎 那他說何況哪裡什麼專家 總統難道他是專家嗎 總統也不是專家 總統也是照樣要聽很多 幕僚的建議之後才做決定 那我們就是說這個公民代理人團 代表團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他聽不同黨派的政治人物 你們辯論 你們就挖對方的倉巴 你們把對方的問題都挖出來 好 出決定權 讓這個公民代理人團來決定 他覺得除此之外 他沒有辦法 他說因為這種間接民主 就是已經走到了一個死胡桶了 但是一下子完全開放直接民主 又是一個又不行 所以他就提出這個構想 那所以就是一種 這是一個夢想 但我覺得是 就是應該我們對於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大家都勇敢的提出自己的一些構想 然後真正的設計一刻 可以讓整個國家產生根本改變的一種機制 我想這時候 我們應該每個人都當做一個自己 艱難也有趣的功課來做吧 好 謝謝 OK 謝謝 我自己是主持人 所以我可以給我自己一分鐘的時間 我同意沒有那個 結論是一個非常重要 或者是期待一個結論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討論的前提 不是說我們一定要 那我覺得今天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是發在討論 我想說很多的主題是在 不只是政治民主主要是在能源的這個部分 我想大家很多關心的這個部分 很多的素材也是在能源這個部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我在其他的地方提到 就是德國的封車 離岸封車是最近後期之秀 比起丹麥來講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了解 那他非常重要 為什麼能夠即起直追 在台灣第一波裡面 他事實上是得標最大的 那因為他在技術上 他事實上一定程度 在離岸封車 30公里跟40公里的 他是很強 當賣的話是在近岸 跟那個封車 跟在岸上 當然德國在岸上也很強 那這個背後其實有個故事 也就是德國事實上他去思考 當他整個在封車市場 跟他自己的需求的時候 因為他在北海要建立一些 一岸的封車 他在岸上封車事實上 也受到很多的 很多的噪音 或者是很多地方的討論 所以他其實事實上是 那個時候北海事實上是生態 他有很多生態、鳥類 所以他也沒有叫這些生態 或者是他們沒有排海豚 但是至少沒有叫排海豚轉彎 所以他們做的做法是 我就做到把離岸封車 做到30公里、40公里 但是面對就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技術問題 30公里你面臨的是什麼 水就深了 風就大了 然後潮汐人也大了 所以面臨了很多機械結構 跟很多技術的要求就非常高 那這個事實上 他們有一本書 很清楚的鳥類的過程 所以他們就花了相當久的時間 大概六年跟七年 投入這方面的技術 整合不同的工廠、公司 就是由政府跟民間一起做 他們做成功了以後 開始就布局 他們在事實上就是離岸工程 比較遠的地方 那也同時帶動了 事實上解決他們自己的需求 但是他們同時兼顧了這個 就是說環境的部分 也就是說戰車能源裡面 他也一定程度也會 價值之間彼此之間的衝突 那你要解決這種價值衝突的話 你必須有一個co-value driven的 也就是說核心價值去驅動的 新的研究 那你這個研究必須要去基礎研究 八個五年到六年 等到你這個出來以後 就回到剛剛那個好先生講 你的dream才能夠成為真正的現實 也就是說這個dream跟現實 中間有一個gap 很大的gap 這個gap本身是 除了co-value driven 這個價值去推動之外 你必須投入長期的這個技術研究 然後你把這個技術研究做好以後 你的技術一下子就領先 因為大家也都需要這樣的一個風車技術 而不是一個普通的風車技術在我家 尤其在台灣的情況 不太可能太過陸地風車 那我想我舉這個例子只是在說 我們通常都會以為一些進步價值 就會跟現實互相衝突 相反的 在現在很多新的工業新的產業 進步價值 它往往是你驅動你的技術創新的 非常重要背後的推動力 如果用這樣來講 海洋本身它推動了 那個就好像一波一波的浪潮一樣 很多新的價值 如果我們能夠真正的在這個 進步價值之上 我們去好好去耕耘 台灣真正需要的一些基礎研究 那我想我們的空間會發展很大 那我想大家僅以這個為 作為一個大家的分享 那我最後還是要請各位 謝謝今天我們 好先生非常精采的演員 唯一可惜的就是我們12點 以前 不是 現在就要結束 不能到12點結束 否則他們幾位就要加班 就是要爆肝 對不對 那我們也謝謝在場很多工作人員 那也希望 未來你可以關掉我們的那個 比如說你的這個政論節目 然後有空就過來這邊 你們是多久一次 剛剛有人在問 不定期的一問 那你就有網站 可以登錄有網站 然後你有臉書 他就會跳出來說 今天晚上就過來這邊 坐一坐聊一聊 OK 非常謝謝各位 還有非常謝謝工作人員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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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